帶大家來看到 南部的觀眾朋友可能發現今天天氣不太好 在高雄壽山網市區看的天空也是霧茫茫的一片 而且今天在高雄偶爾會有短暫鎮雨或是雷雨 降雨機率百分之三十 不過一碰到恐怕就會凌晨落湯積了 出門還是帶把傘比較好 而在山區的降雨機率再高一點有到百分之七十 來看到雷達衛星圖 在台灣南邊有一團水氣正在南台灣上空 氣象局也發布了豪雨大雨特報 尤其在屏東的恆春半島是來到大豪雨等級 在屏東恆春的大平頂 昨天到今天累積雨量有超過兩百二十四點五毫米 而吹成巷也有一百八十六點五毫米 這個雨大到很像是潑水 就算撐傘也會淋濕 視線也不太好 而且可能還有伴隨打雷 在恆春時雨量有八十四點毫米 墾丁也有七十四毫米 屏東的平地也有豪雨特報 另外在台東的蘭嶼還有綠島 也發布了大雨特報 都要特別留意防範雨勢太大 造成溪水暴漲或是淹水等等災情 主要是因為今天台灣天氣 持續受到南方雲氣持續北移的影響 還好在南部還有中南部的雨 在白天之後有機會慢慢緩和 而白天的溫度方面 一樣是很溫暖舒適的 各地在二十六到二十九度之間 另外還要留意今天西半部還有馬祖 在清晨容易有霧 在嘉義早上能見度不到兩百公尺 桃園還有台南的能見度也比較差 一大早出門的話 行車還是要放慢速度 下雨的部分今天白天之後 南部還有中南部的雨勢 有機會會慢慢的趨緩 會變成在東半部會有局部的短暫陣雨 其他各地天氣大多是多雲的 偶爾會有零星飄雨 南方雲氣的影響會到今天 明天會有一個短暫的下雨空檔 星期六就會是一個相對穩定的天氣 到星期天開始又會有封面接近 再加上華南允許的水氣影響 這一波的不穩定會持續好幾天 一路從星期天一直到星期四 星期天還有星期一 主要在北部還有東北部會下雨 之後星期二星期三會換到中南部還有東半部 不過這一波封面看起來比較弱一點 雨勢也比較偏向短暫陣雨 不會影響也有一點點影響 但是不會一下一整天 我們來看到這個週末的雨會下在哪裡 今天的話清晨主要在南部中南部還有白天之後的 東半部降雨 而明天開始主要在東半部會有局部的短暫陣雨 北部也會有零星的降雨 下雨的空檔會多一點 而中南部是多雲到晴的 在中午過後各地山區有局部的短暫陣雨 到了後天隨著封面接近 天氣又會變得不太穩定了 星期天在北部還有東北部的雨勢可能多一點 不過其實各地也都有一點降雨的機會 波面的影響溫度變化主要在北部還有東部會比較有感覺 在北部地區溫度會從今天的26度 高溫星期天星期一來到23度 低溫21度 比較適合穿博長袖的天氣 而中部地區這兩天還蠻熱的 高溫有29度 星期一會來到25度 也會覺得白天有一點點變涼了 而早晚的溫度還是在23度左右 南部地區的話這幾天都很暖 白天高溫有29度 清晨入夜25度 如果下雨的話可能會覺得有點悶熱 穿著上要注意 透透氣還有舒適 也要多多的補充水分 而東部的變化就有一點比較明顯了 今天白天有28度 到星期天星期一白天高溫來到25度 清晨入夜22度 也是稍微有一點點涼 出門帶個博外套比較好 另外明天就要登場的國中會考 趕快帶你掌握各地的天氣狀況 明天有點南北兩樣晴 北部還有東部會稍微涼一點 在北部是陰天偶爾會飄雨 溫度有21到26度 而東部的雨稍微會再多一點 溫度23到26度 另外在山區也會有局部的短暫陣雨 所以特別是北部還有東部的考生 要記得帶傘 而中南部天氣相對好一點 是多雲稻晴的 白天高溫有29到30度 可能會覺得有點悶熱 所以考生的穿著最好要透氣舒適 也要記得適度的補充水分 到了星期天 隨著封面接近 水氣變多 在北部 中部還有東部的降雨機率都會提高 最好都要帶傘 而南部雖然是多雨呢 但是在山區也會有午後鎮雨 所以大家最好還是帶拔傘 溫度方面呢 會比星期六再涼一點 北部是21到23度 東部22到24度 再稍微涼一點的白天 可能也是只有23 24度 而中南部的白天高溫有25到28度 沒下雨的時候也是會覺得有點悶熱 所以一樣要穿比較透氣一點的衣服 好事要記得加油 而且如果碰到下雨天的話 最好要提早出門 以免塞車哦 整體來說 這五天的天氣都不太穩定的 北部地區今天是多雲零星飄雨 星期天開始會容易下雨的天氣 而中部地區這幾天都是多雲的天氣 到星期一之後會變得容易下雨 南部地區今天尤其是屏東 雲是偏大 到明天後天是多雲有點悶熱的 星期一也會變得有點飄雨 東部地區這五天都是不太穩定 容易下雨的天氣 出門記得都要隨身帶拔傘比較好 整理今天的氣象重點 今天清晨在南部 尤其是屏東的雨勢還不小 白天有機會開始趨緩 會變成在東部有局部短暫正雨 星期六天氣相對穩定 主要在東半部會有局部短暫正雨 北部一點點零星飄雨 沒有下雨的時間會相對多一點 星期天開始封面接近 會一直影響我們的下週四 各地降雨機率都會提高 還好不會一下一整天 接下來看各地詳細的天氣情況 基隆台北新北桃園新竹 今天白天高溫24到26度 降雨機率20到30 在基隆容易有局部短暫正雨 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雲林 白天高溫26到29度 大多是陰天 在雲林也可能會下一點短暫的陣雨 嘉義台南高雄屏東 白天高溫有29度 滿悶熱的 降雨機率30% 尤其早上在屏東雨是滿大的 白天之後有機會趨緩 伊朗花蓮台東降雨機率50到60% 白天高溫有27到28度 降雨範圍呢 今天在東部容易有局部的短暫正雨 外島的澎湖金門馬祖 今天白天高溫21到25度 在馬祖今天容易有霧 要多多留意航班資訊 以上是這一節氣象 把時間再交給陳希